好 晚上好 我的名字是肖子哲 我曾经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留学 我的本科专业是城市环境规划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更像是一门关于城市和国家城邦之类 的一门哲学课 稍等 我爷爷在咳嗽 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中 是否发生过与你的生活观念习惯相 这个字怎么念的事情 可能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出去吃饭吧 就大家会AA制 在去美国之前可能没有尝试过AA制吧 跟朋友在一起都是互相请客 但是在美国好像几乎没有朋友之间请过客 都是不敢吃什么自己付自己的 或者是直接处以这个人数 然后每个人负一样的 所以这个来说 出去吃饭就餐都会相对轻松一点吧 就不会那么的犹豫 说实话在国内的话 有时候朋友叫出去吃饭 有时候不太想去 因为不想去这样子 有这些经济上的压力吧 你在国外的学习或者生活中有哪些收获 收获指的是某人或某事对性格习惯或者思维方式的感悟 我就是通过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很快的就感受到就美国人对户外运动的一种热爱吧 我到那不久就开始骑车 刚到美国不久我就开始骑车 经常会去公园啊 然后我有一次从西雅图骑到布特兰花了我两天的时间 我就很享受在路上的感觉 在国内可能是环境不一样吧 大家不会那么的热爱这个大自然啊 在美国去个公园的感觉就像是回到了森林里面 没有什么太幼的这种现代社会的一种气息吧 就是很原始很原生态 就让人会觉得很放松很解压 就周末的话会和朋友开车去国家公园里面 住个一个周住个一个周末啊 然后去玩两天这样是经常的事 爬山什么的 回到国内后 这些时候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可能比较直接说就是改变了我对获取幸福和快乐的一种途径的改变吧 之前可能会觉得要跟朋友什么蹦迪啊或者是聚KTV啊这种场所才能获得快乐吧 但现在更多觉得就是和朋友能够去出去接个车啊跑个步啊 虽然其实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在国内 但是我就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出去 呃 坐公交 然后骑单车这些跑步 就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出去玩的感觉 然后方式也变了嘛 方式不会去那种娱乐场所嘛 就更多的就是在户外吧 在户外的百色公园这样的地方就能够很习惯一个人独处 然后去的地方场所都是比较安静啊比较宁静啊 比较呃像是只有中网年人去的地方 对可能这个心态是有很大变化 就是觉得快乐不只是在那种在国内这种嗯 刻板印象下的这种娱乐场所才能获得就是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获得 对吧 就不一定要做那些事情才快乐跟朋友在一起也不需要去一定要做些什么 可能大家出去走走散散步 这样也挺好 现在生活状态是非常健康规律的 晚上八点半的样子就开始准备睡了 今天可能稍微有点晚今天早上其实是参加了南昌马拉松嘛 我现在在南昌 然后天气很棒 嗯 一般会五点左右起床 早的话四点四十晚最晚不过是五点半 然后起床跑步 每天坚持 我很享受这种规律健康的作息 让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可以控制的 在我的掌控范围内 然后我的快乐 我的情绪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 我很喜欢 跟出国之前是很不一样的 出国之前就是喜欢去放纵去跟朋友出去 休 风 玩 通宵通宵的玩 在外面也不知道干什么 反正就是不想睡觉 现在就很平静吧 到了晚上就想好好休息 然后第二天早上早点起床 出去 呼吸新鲜空气 然后运动 然后回来洗澡 开始比较充实那一天 总要做点事情 但不一定要跟人一起吧 可能就自己一个人可以 对 就这些